差不过开始 可能11.50 各位观众大家好 然后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QPCon给大家介绍我们字节跳动团队 是AML组下面的BiteAR团队的一个主要工作 然后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名字叫朱红宇 然后在加入字节跳动之前是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博士生 然后导师是Gennady 然后做的主要是Machine Learning System的一个方向 然后去年加入的字节跳动AML组 然后现在也主要是在做AI编译和训练优化方面的一些工作 然后这次分享我会大概分几部分展开 第一个是关于我们BiteAR这个开源项 它背后的一个motivation还有些总体的设计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会展开一些这个技术还有设计细节 然后这里会有一些比较硬核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会展示一些我们的对外的一个用户的接口 还有一些在性能上的表现 然后还会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小的一个demo 首先可能有不下20的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BiteAR是不是一个IR 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些误解 但是BiteAR并不是一套IR 它是一个涵盖的范围要广了很多 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BiteAR是我们的一整套从框架到硬件的一个AI编译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这里顺带出来一个AI编译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那整个AI的这个编译呢主要是由它上下有两方面的一个总体做的一个驱动 那上游的方面的驱动呢可能它就是应用端 那应用端我们现在要面对处理的AI workflow的场景 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这里面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模型结构变得很多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不同的学习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框架 像PyTorch、TensorFlow这样子 还有训练和推理的这种场景 还有各种就是非常细的这种业务场景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这种AI workflow是很复杂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硬件端 硬件端也是比较复杂的 硬件端它除了现在那个GPU的它本身自己在迭代之外 然后它还有很多外面各种开发的一些高效的算子库也是层出不穷的 那这两个大趋势来导致说这几年AI的编译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它也是我们Bitaya所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然后接下来我们展开一下它的Bitaya我们设计的一个总体的架构 然后Bitaya本身是基于MLIR的一个生态来开发的 它的上游是LVM 然后包含的大概就是这个图中的三个蓝色的比较深的蓝色的三块 然后就是前端还有中端的那个compiler 还有一个runtime的几个部分 然后第一最上面那个部分就是frontdance前端 然后它往上面主要是接入我们现在主流的几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框架 然后就是这三个 那个我们现在目前支持的就是这三个 PyTensorFlow Onyx 然后往下是输出一个统一的MLHO的一个格式的一个IR 然后第二部分是compiler compiler它的输入就是一个MLHO的一个IR 然后进行一些编译优化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自己团队所开发的一些优化的这个path 然后之后往下它的输出就是一些编译的结果 然后比如说会有一些device的这种binaries 然后或者是C加或者C加加的这个还有Cuda的这个原代码 然后也会有这个LVML格式的这样子可以在CPU端运行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个自定义的一个主机端的runtime 所接受的一个IR叫BYRE 这是编译的结果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runtime 它输入也就是compiler的一个产出 然后就是主要是我们的BYRE的格式的一个接口 然后它可以去也可以去直接执行我们编译的那个Cogen的一个产物 然后也可以支持我们接入我们那个公司内部开发的一些高效的这个算子库 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算子库 然后除此之外呢runtime的话它可以支持训练也可以推理场景也有 我们也把它接入了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这个推理引擎 然后网上也可以跟那个frameworks 还有tensorflow pytorch这些去做对接 然后这三个部分它们是可以各自独立出来工作的 也可以合在一块工作 然后每个的话都有自己对应的这个C加加和python的一个接口 然后说一说主要的优势我们自己认为的 BetaR主要的优势大概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可扩展性或者说比较说灵活性 就是我们想象这是编译器主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想象比如说当我们有一种新的backhead 比如说最近那个flash tension tool这样子一个backhead后端 然后我们想介入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如果我们没有byteir的话 我们可能要对每一个前端 我都要去适配一遍这样子的一个后端 但是我们有了byteir以后 我们就可以只做一次适配 然后让所有的前端全部享受到这样一个优化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来从平方级别的一个开发复杂度 变成了一个线性的级别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们的各个部件可以独立工作 这也是可扩展性的一个体现 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主要就是性能方面的优势 那性能方面其实来源于两个 一个是我们继承了上游的那个所定义的一些ir的格式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享受到上游的优化pass的一些结果 和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收益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后端 我们是支持一个混合的这个 这run time 执行的时候它是一个混合后端 所以可以让不同的后端发挥各自的优势 然后让总体的一个效果做得比较好 然后第二部分是一些设计 还有一些那个技术的一些细节 首先是介绍一下这个前端的这个部分 然后因为现在开源的生态里面的就是PyTorch的这个支持会相对多一点 所以本次talk我就主要以PyTorch为例子来讲这样一些细节 然后这个图中后面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图示 这个图里面图红的部分是我们和上游混合 就是mix的一个结果就是上游也有这样的pass 然后我们在其上进行了一些扩展 对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表示 然后绿色是纯粹的来自于上游的一些优化 然后蓝色的部分是纯粹我们帮大家自己所开发的这样一些系统 对 然后后面会沿用这样子的这个图里 然后PyTorch方面的话 首先PyTorch2.0它引入了一个Torch Dynamo 它可以把这个用户写了这个PyTorch代码 它就做一个编译的这样一个事情 把它可以转化为FX的这个图 然后整个那个BitA的这个前端也是跟这个FX是兼容的 然后它把FX经过了这个Torch ML也是上游提供的一个工具 转化为这个Torch Dialect 然后经过我们自己所开发的这样一个Torch2 ML2O这样一整个模块 然后把它转成那个ML2O格式 然后这个Torch2 ML2O模块也是我们团队的主要的一个贡献 然后应该是去年 去年这一个模块被并入了上游 所以现在上游的这个模块 现在是主要由我们团队来进行开发和贡献和维护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前端的就是IR经过转换的一个例子 左上就是大家通常都会写的那种PiTorch的一个代码 然后转化成FX图 然后那个变成一个Torch Dialect 最终它前端的产物就是右下角的这样一个ML2O格式的这样子一个IR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优化可以做的 我这边就简单的介绍一个就是在Torch这个FX转化的图中 对于Transpose的一个消除 然后我们知道训练它本身它是一个前向反向就是反复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在FX里面它会变成两张图 一张前向图 然后还有一张反向图 然后这个过程是这样 就是说我用户就定义前向的逻辑 对吗 然后它那个PiTorch它会有一个自动的AutoGrad这样子一个模块 它去生成那个反向的逻辑 那这个中间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定义这个前向图 它的每个OP是否要进行一个重计算 来去改变它生成的那个反向图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基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Transpose的这种消除 这样子 然后这里我就画了一个例子来表示一个Transpose的这样一个性能问题 这个是我们发现编译当中我们很经常需要遇到 经常需要解决的这样子一个性能瓶颈 然后假设我们比如说有左边的这样一个计算图 然后它默认的状态下就是所有OP我都不进行重计算 那这样子我在生成那个反向的时候 它为了适配比如说这样子一个BatchNorm BatchMathMod这样子一个layout的一个要求 它编译器就会加一些这种Transpose的这个算子 那这个东西的话在后面可能会比较耗时 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对它不进行实际的这个操作计算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指定说前端的这两个Transpose的reshape 它是需要进行重计算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右边的那样子一个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那三个就是Transpose, Reshape和Transpose 大家如果肉眼看看就知道这三个是Field在一块就自动就消掉 所以这样子就达到了我们这一个Transpose一些算子消除的这样子一个目的 OK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一下Compiler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对这个图稍微有一点复杂 当时我大概分就是大概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主要这里面有三个部分 首先就是左边的这一条路径 左边的这一条从到Cat到AI template 这个是相对独立的一条编译路径 这个是我们自己所开发的跟第三方这个算子库所对接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这个Meta所开发的这个AI template进行的一个对接 然后中间的那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的主体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GPU CPU的一个pipmap 然后这一块的话它的最主要的核心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上面的那个linklog的那个部分 然后它主要是把Meta经过linklog的telling和fusion的功能 然后变成底下的那个 变成底下的这个SCF或者是ify或者是vector这样一个基本的操作 那从这个之后我们可以选择说我们是要生成一个GPU的Cuda代码也好 然后最右边的那条就是我们生成一个我们自己主机端所进行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格式 那那个的话就比较简单的 这次分享就不会具体展开 然后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左边的这两条 然后首先是接入AI template这样一个部分 AI template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它是Meta公司开发的一个就是把Pytorch的那个neural network模型 直接转成Cuda代码的这样一个推理的框架 它内部会有一个算子库 这个算子库呢是基于Cutlux所开发的 Cutlux也是NV的一个就是那个做矩阵乘法 或者是conv的这样一个模板的这样子一个库 那个这样一个template的这样一个库 然后它需要你用户去做一些这个tuning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算子库 它在jam或者是conv类的算子上是表现的会比较高效一些 那AI template本身它虽然它自己定义是一个推理框架 但是其实它的算子库我抠出来给训练用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为了介入它的话 我们就自定义了一个新的这个dialect叫Cat 然后一个Cat它就对应一个AI template当中的一个算子 然后我们实现了一个MHO2Cat的这样一个流程 它的产物是一个它会把部分的MHO的算子转化成Cat算子 然后变成一个Cat的这个 最后变成一个Cat的MHO加一堆Cat子图的这样子一个格式 然后每张Cat子图会去生成一个可执行的文件 那这一步路径的主要处理一些这种计算密集的 像GEM或者是Cons这样子的OP 然后除把这些OP之外的主要就是一些IOMound这样子的OP 然后这样子的OP 我们会选择走我们自己的一个taliant的fusion的这样子的一个pipeline 然后MHO2Cat 然后对它主要就是把MHO转化成Cat算子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消除掉 它会要一些没必要的也是transpose算子 就比如说左边的这张图 它为了适配这个DOT的layout 它会要就是我需要这个前后加两个permutation 然后但是这个这几个是可以Fuse在一块变成 以整个那个叫做Cat GEM RCR permutation 0231这样子的一个算子 就是在I type plane当中它是有这样的算子 那这个优化配合我们前端 就是一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消除transpose的优化的 实际上这部分带来性能收益也是比较明显的 它大概能够在不同的模型下会有10到20 这样子的一个收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GPU CPU pipeline 然后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Linog的这个Dialog 然后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Linog它也是上游所提供的一个IR的抽象 那它的一个精髓呢就是说我在一个很high level的一个IR上面 我就可以同时完成Tiling和Fusion这两件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熟悉算子生成的话 可能就知道就是Tiling和Fusion这两个基本上是最核心的决定 我们最后Coding性能的两个事情 然后就比如说这样子一个例子 我们上面有两个OP 那个它连在一块就是前面是后面的那个producer 然后我经过Linog转化以后 我就可以生成Linog.generic这样一个算子 然后它这边的index maps还有literature types 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Tiling的一个逻辑 然后在那个下面的这个loopbody 它实际上就是决定了这样一个Fusion的一个逻辑 所以它是同时完成了Tiling的Fusion两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后端进行Cogent的时候 就会相对的简单和直接 那这个是我们Bitaria在这个Linog上面做的一些扩展的这些例子 其实做了很多东西也就是不只是这里列的 比如说我们添加了很多次这种算子 让它们也支持Linog的Tiling的Fusion 然后我们还自己要去适配这些算子 所以做一些那个transformation 然后我们也对上游的一些Fusion transformation 去做了一些改进啊 还添加了一些其他东西 然后我就不展开这些了 但不做那么多事情 核心目标就是右边这两个 然后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去压榨我融合的算子的这个收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让我融合好的那个算子的性能打高 就是它Bound在Io上的话 我要尽可能让它极大地去压榨它的那个Io的那个带宽 那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 那基本上我们是做到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一个是把算子融合压榨到极致 就是把IoBound的算子融合压榨到极致 另外一个是把它的那个带宽压榨到极致 OK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对ReduceOP所做的优化 这个不是一个很trivial的一个那个就是IoBound的算子 所以我单拉出来稍微展开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关于在Linlog extension上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它本身Reduce的算子本身它是一个Bound在Io上的一个算子 然后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做fusion 但是呢相对于其他的element的这个算子 它又有不同 因为它有一个reduction维度 这条天然维度它天然是不支持fusion 不支持那个切分的 就是不支持去做telling的 所以在实际的情况当中 如果我们遇到像右边这样子的 就是它的parallel维度比较小 但是reduce维度很长 这样碰到右边这样的算子 我们就会在编译的时候遇到问题 就是我们的并行度不够 并行度不够怎么 就会导致就是我们很难 就是没办法直接就完全压榨到它的这个那个dram的带宽 所以当解决方法idea上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把那个reduce的维度盐 让它去把它打碎让它去并行 然后这样子的话生成出来算子就会有足够的并行度 但是为了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扩展 然后这里就展示了整个reduce op的一个telling的过程 然后比如说我们首先会切分这个reduction的维度 然后保证 还要保证我们的读取的数据的这个连续性 就是它们在内存当中连续性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然后会根据b形度来判断是否要切这个reduction维度 然后我们会根据比如说block size256去划分那个parallel的这样一个维度 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些这个 padding 就是说我们palling好的这样子一个每个tail上的逻辑 它可能我切出来维度不是很规则 那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些 padding 让它变得规则一些 对 就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就很多这个细节工程的问题 idea上其实不复杂 那最后的效果呢 其实也是比较理想的 最后我们在profile的一个结果比较理想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个runtime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然后这部分的这个逻辑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我就不就这主要介绍一下它的对外接口 然后brt这个brt就变成runtime 对外接口呢是分两个部分 一部生是给终端用户 终端用户的话其实就是在运行的时候 你需要加载进来两个事情 一个是你的模型逻辑 模型逻辑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BI格式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编译的一个产物 然后如果你在做influence的话 你可能会要把自己的weight给带进来 对吧 然后就是一个运行时候的那个数据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的IO的那个数据那个可以带进来 这部分的话IO的数据我们是可以直接跟torch 那个torch的那个tensor的这个接口进行对接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这个 除了上述这个就是那个中端用户的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对于硬件后端的这样一个接口 也是三组 然后第一组是跟就是provider相关 主要就是说我后端的硬件的那些对于各种算子的实现 可能简单如指正程法 可能复杂如一堆就是非常复杂的 也有可能它就是一个memory copy 就是提供这样一些接口实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work queue相关 那这个就是定义一个执行的执行序列 就相当于cuda stream 就这样的一个抽象 然后第三个就是内存分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逻辑 然后最后简单展示一些这个 几个这个用户的这个接口一些例子 然后这个是前端的我们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patch2.0呢是它引入了torch.compile 它以patchdemo引入了这样的一个接口 那这样一个接口的话它会集成了 就是我们在适配这样一个接口实现了一个bata.ir.compile.fx 这样一个接口 它是集成了我们整个端到端的一个编译的整个流程 然后运行的是就是用起来很简单 你这边传成那个backend 然后正常执行就完事 对就是它后面会进行编译 然后最后执行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是编译过程 然后后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实际的runtime所运行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里是brt就是runtime所对外的这个用户代码的一些这个例子 然后使用的时候也是我首先把前 把compiler编译好的这个bye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的数据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那个torch tensor的那个进行交互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就是在pytorch层面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inference的一个例子 也是我后面demo的会democode它的主要的一个逻辑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直接从比如说像huggingface这样子 拿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 然后经过我们的那个compiler 然后生成可视性文件 最后去再基于brt去做一个那个执行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小的demo 对这个是之前搭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跑的是一个nanoGPT的一个training这样的一个demo 然后它前面会经过一些编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概会有一个几十秒大家会稍微有点耐心 然后这个就是在生成forward的时候的那个编译产物 然后现在开始是backward时候的编译产物 对然后这边最后底下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包括打印出来一些输出的时间 或者是就是它那个前后项的一个执行的时间 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lama这个模型 它实际中的话第一次的编译可能结果会有些长 所以我们为了这次demo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时间 编译时间上面的一些这个优化 就是让它的那个速度 比如说做了一些cache 或者说做了一些其他的这种优化 让它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就不用加等很长时间 对Lama这个模型比较大 它那个这样子它跑出来的结果 然后这个时间它本身是 就是说它会夹杂一些pytosh的它在前后项的处理 对所以它比我们图的执行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然后再秀一下这个Lama的一个inference这样一个结果 对 对 这个inference它没有那些就是前后项的处理 所以比刚才的training的那个forward 其实会稍微快一点 对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live demo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的那个link 我们这个demo代码的link都放在那个上面 那个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在那个线下回家 可以自己去尝试去玩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大概总结一下我们在几个常见的大元模型结构上面一个性能的一个表现 然后这些当然都是单卡上面的一个性能 然后对比的是跟那个pytosh自带的那个inductor它的后端所做的一个对比 然后所有数字都是基于NVA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基本上在gbt还有opt还有像bloom这样子的模型结构上 其实提升效果是非常大的 然后有的会达到一些两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lama上面基本上呢 基本上是打平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本次分享中 如果大家前面有很多技术系列都忘了的话 这几个大家带回家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提出了Betir这样子的一个 从框架到硬件的一个编译的解决方案 那它主要有几个特性 一个是它的扩展性 我们支持了几种三种不同的frontends 还有接入了很多的那个backends 然后它的那个前端compiler和后端 是可以单各自独立工作的 然后我们也是在执行的时候 做知识混合后端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让不同的后端发挥各自的优势 然后达到一个最后的草的性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网页 还有现在开源出来的Github的这个repo 然后我这边分享就结束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这一套的优化主要是针对是GPU卡 还是在设备端上也有不错的效果 像手机这样的设备 主要还是在GPU卡上 因为我们是做的训练的一个优化 对然后手机端的话 后面也可以这个其实可以往上接的 对就是后面会做一些这样的扩展 对就是看这个业务的这个需求 我看到后面有张PPT Performance这块对吧 然后是这块有没有和TVM这块的比较 TVM的话没有 那你个人觉得这两个产品吧 或者两个编译式产品它的补充点或者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就我自己使用TVM的结果就是来看 它更多注重在Cologen 在生成后端的这样子一个 就这时候这只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使用TVM的那个比较有限吧 或者说我当时用TVM的时候主要是用来做Cologen 对 然后我感觉的话就是MIR会更 它的优势其实在于一些Fusion的这种功能 就Linlog那个功能还是很强大 它可以比 我觉得比TVM它本身的抽象要更合适一些 这是我的理解 对 好谢谢 是